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好,我是加百丽 在这一小节当中 我会用三分钟的时间给你补充一些其他标签的使用 和标签中常见的属性 当你在使用超链接的时候 点击链接页面会跳转到指定的地址 那如果你希望当前的页面保持不动 点击之后可以在新的窗口打开页面 该怎么做呢 你可以给超链接增加这么一个属性 它叫做Target Target值等于下滑线blank 我们来实验一下 这里有两个超链接 上面没有指定Target 所以它默认在当前窗口加载一面 下面指定了Target属性等于下滑线blank 所以会在新窗口打开一面 我们来测试一下 点击第一个会在当前窗口跳转 点击第二个会在新窗口打开一面 关于我们的无序列表 网页其实给我们提供了三种样式 第一种是实行元 也就是我们默认的样式 第二种是空行元 第三种是实行方块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代码是如何实现的 Type等于disk是实行元 Type等于circle是空行元 Type等于square是实行方块 这个就是我们页面上最终的呈现效果 关于我们的有序列表也有三种类型的样式 第一种数字类型 第二种大小写字母 还有大小写罗马字母 来看一下我们代码的实现 当Type等于1时表示数字排序 当Type等于小写字母和大写字母时表示字母排序 当Type等于大写或小写罗马字母时表示罗马字母排序 这是我们页面上的最终效果 关于我们的图片还有两个常见的属性 一个叫out 一个叫title 我们直接看待吧 title表示鼠标滑上去出现的提示文字 就像这样 out表示图片加载失败后的文字 就像这个样子 最后再给大家介绍几个不常用的标签 第一个del标签 这个是用来给文字增加删除线的 第二个是这个sup标签 可以把我们的文字变成一个上标 这个在写一些数学公式的时候特别有用 第三个我们的u标签可以给文字增加下滑线 第四个我们的center标签 可以把文字进行居中显示 以上就是本节课程的知识补充 请你现在暂停视频 抓紧时间练习一下